如果没来日本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 我发现日本人用来应付考试的东西可真多 就比如有一次我跟同事说下周我有个考试 离考试只剩一个星期了 可我都没怎么看 于是他就安慰我说 还有一个礼拜呢让我好好加油 不仅如此还给了我一包东西让我应付考试 比如这纸笔 他让我明白了笔写不出来不要马上扔 按一下后面的开关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 这样背书的时候就不用翻来翻去找答案了 只要用灯罩一下就行了 还有这支朴实无华的记号笔 再要背的几个地方轻轻划几下 然后再用蓝色电板这么一遮 就什么也看不到嘞 你觉得这些单词你都记住嘞 就换个头把刚才涂过的地方轻轻涂两下 颜色就消失不见嘞 最后我们用这种变迁 把重点要记的几页像这样贴一下 随时提醒自己去多看几遍 确定自己会嘞就把变迁的另一头撕掉 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再去记一遍嘞 我以为有了这些东西 再加上我一个礼拜费寝忘食的努力 这次考试肯定没问题嘞 以至于试卷发下来的时候 我始终不敢相信 这竟然是我考的 再试卷发下来的 将近 monde费 这次考试em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